两个月没登迷你了 回归之后 发现游戏怎么变这样了 你的好友列表 还剩几个天天都登迷你的人 实在是太久没玩迷你了 一回归 发现迷你居然变这样了 这登录见面 咋都跟我不是很熟的样子 还差点忘记了登录密码 好不容易登录上了吧 里面的场景让我更为震惊 这还是我以前玩的那个迷你吗 主界面怎么成这样了 不过好在开始游戏 游戏工法 连击大厅什么的 我都还认识 打开好友列表 昔日的好友一一显现 但好多也和我一样 好久没来过了 不知道你们的列表 是不是也这样 是不是太久没上线的原因 这边还有冒险家回归福利 登录六天 完成任务就可以领取 这怎么还有 迷你斗真傻子的游戏 积攒积分 就能兑换喵小糖的装扮 这得要多少迷你斗啊 另一边 这还是以前的座机吗 怎么都可以用迷你币购买了 前阵子很火的粉色贝壳 铃铛铛铅 音乐盒 这么多奇奇怪怪的座机 怪好看的 也怪贵的 300到600迷你币不得 另一边 还可以用座机碎片兑换 兑换的碎片 应该是可以用来解锁座机吧 武器也更新了很多新外观 使用起来可以说是很隐蔽了 你不说 谁知道这是武器啊 喷漆 还是一如既往的好看 VIP播报 聊天气泡框 诶 这怎么还更新了每日福利礼包 免费礼包 先来一个 最贵的礼包也只要20个秘密币 不是吧 奖品竟然包含一个永久皮肤 上面的幸运值是什么意思啊 没看懂 奖励倒是挺多的 下面是藏品集市 我一直很好奇的是 我上角的成交价到底是真的假的 真的有人会花4000个迷你币 甚至是7000个迷你币 买个皮肤嘛 这题我是真不会了 除此之外 迷你还更新了很多好看的新皮肤 不过据说 这都不是最重磅的 最重磅的更新 应该是在迷你小镇 居然能跳科目三 这不得去看看嘛 进来我就震惊了 我走路 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淑女了 还有 这怎么还能当秋千的 咋做上去的 怎么捣鼓了半天 就是上不去 不过这木马还是挺好玩的 然后 广场中央怎么还卡了套衣服 我丢人先出来 衣服还在天上 这简直就是灵异现象啊 更灵异的是 我的表情动作 怎么变成这样了 这点头的动作也太好笑了吧 点着点着 还被粉粉认出来了 一把给我来了个公主抱 迷你什么时候变这样了 虽然你都给我公主抱了 那加个好友 也不是什么大事 很怕开心的 都抱着我赚取圈来了 除此之外 迷你竟然还能跳科目三了 如果你科目三太腻了 还能换成纽阳哥 最后谢莫 来和粉丝拥抱一下 等等等 这号动作诡异的很 我不玩了 我要回家找妈妈 迷你世界已经不是我认识的 那个迷你世界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